今天咱们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是探讨2022年集装箱运输市场做一个回顾以及对未来后世的一个展望 这个原创文章是刊登于公众号世界海运 作者是中国传播集团的几位高级工程师 那这篇文章对整个的集运市场就做了一个比较透彻的分析 我们具体就来读一下这篇文章 在2022年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高的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的一个时代 那地缘政治的冲突也是不断的 比如说俄乌冲突它引发的就是能源危机 那再加上上半年的疫情的影响没有散去 所以海外工业的领域就受到了直接的冲击 港口的供应链这个工人罢工确实也是一个风险因素 那全球的供应链也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那另外呢这个欧元日元等等这些货币也是分分贬值 美国和多个国家通货膨胀的水平也创历史的新高 那国民的收入大幅缩水 物价高涨消费的需求受到了抑制 多国就陷入了滞胀的风险 那这个滞胀不是你想的那个滞胀 这个滞胀指的是这个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的意思 陷入了滞胀的风险 那经济增长的前景堪忧 那海运贸易的发展当然也受到了冲击 那看一组数据 2022年全球集装箱海运贸易量 比上一年回落了600万TEU 这个TEU就是20尺的标准集装箱 那回落多少呢600万 但是它的水平仍然高于2020年 比去年是大幅下降了 是低于此前的克拉克森与其值 这克拉克森是什么呢 它是一家世界一流的航运及海工研究咨询公司 总部在伦敦 它的研究数据和报告 被行业内广泛的信赖和采用 是非常权威的 那2022年的12月份 全球集装箱海运贸易指数是多少呢 是113.1 同比降低9.4% 增速也是大幅回落 而我们看一个总体 2016年到2022年这6年的一个均值水平是多少呢 114.6 它还是低于这个均值呢 大概是1.3%左右 那根据克拉克森的预测 2023年 集装箱海运贸易量将达到2.021TU 比2022年是略有增长的 增速呢 也由负的转为正的了 所以就集装箱的贸易量来说 克拉克森的预测值呢 还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2023年呢 要好于2022年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运价吧 2022年的整体 它呈现的趋势是什么呢 有顶部回落 下半年是快速的降温 那在疫情之前 集装箱市场本来就处于一种 长期的运力供给过剩的一个状态 而同时呢 2021年开始 港口的拥堵问题却得到了改善 那么集装箱运输船 在高产能和周转加快的影响之下 有紧缺就转变为了大量闲置 海运贸易的要求陷入了低迷 市场也呈现出运力过剩的状态 有些班轮公司已经在安排 减速停航撤船等等应对的方式了 到了去年12月份的时候 那主要的航线 比如说欧洲航线 美西美东的航线 还有南美航线等等 它的运价指数呢 分别下跌 运价也基本上回归到 疫情之前的水平 同时这个二手集装箱船的交易量 和价格都是同步下跌 急剧降温 市场的供需两端 都明显出现了一种放缓的姿态 而实际上到了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呢 它的交易量和价格呢 已经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了 那机装箱半轮公司的排名 依然是保持不变的 我们看一下排名吧 那地中海航运 马斯基 以及搭飞 还是排在前三位 那第四呢 是中原海运 然后往下就是 赫波罗特 长荣 海洋网联等等 而这些航运巨头 都有一个特点 它都在不断地延伸起产业链 大量地收购物流公司 这么做的目的就一个 抢抓时机 将剩余利润 投资到港口和码头 还有物流公司 来进一步扩展公司的运营规模 和市场的占有率 而对于班伦公司来说 它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是非常巨大的 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环保 一个就是经营 这个环保新规的实施 就加重了 班伦公司的运营的压力 目的就是加快 向绿色航运转型的 这个步伐 这就逼着班伦公司 不得不根据 有一个叫 传播能效管理计划书 根据这个计划书 来做出快速的正改计划 那另一方面 全球碳中和热潮的兴起 让货主们也是急需解决 全供应链上碳减排 这个问题 这些都会促使班伦公司 向着绿色航运的目标 跑步前进 从另外一个角度 咱再来看一下 前两年不是说 一箱难求吗 十分火热 那班伦公司就纷纷撤回了 那些老旧船舶的淘汰计划 来抢购二手船 但是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 这个急运市场的运价 又下跌了 行情回落 又出现了运力过剩的现象 那这时候 班伦公司的盈利 也就缩水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班伦公司只能调整战略 削减运力 放慢传速 那些原来被回收回来的 不符合环保新规的老旧船舶 又面临着一轮淘汰 所以说 在环保新规的要求之下 和运力过剩 这两个的双重压力之下 班伦公司不仅需要从硬件上 来更新船队的环保排污能力 也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的蓄力 并且展开规模化的群殴模式 那相比2021年 2022年的下半年 新船的成交量整体是下降的 但是虽然如此 集装箱船依然是造船市场的主力军 主力的成交船型 占比达到了34.3% 其中17000箱以上的超大型集装箱船 27艘 12000到17000的大型箱子船是63艘 8000到12000 36艘 3000箱到8000箱的中型船 78艘 3000以下的小型集装箱船 146艘 那根据克拉克森的统计数据 大型集装箱船占比是明显增加的 新船造价持续上涨 尤其是绿色能源 比如说甲醇双燃料这种船 每艘的造价高达2.4亿美元 所以说2022年 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的热度 虽然在减退 但是由于船东延续了2021年的新船下单 所以造船市场依然保持着 比往年要好的市场行情 主要的订单 还是集中在世界主流的这些航运公司 那最后做一下总结和展望吧 从集装箱船市场来看 整体的需求是收窄的 供给增加 运价上涨的动能明显不足 市场充满了挑战 那从船队运力供给端来看 运力是充足的 市场是供大于求的 那从国际贸易市场的需求端来看 全球面临着经济衰退 物价高企需求不足 市场将笼罩于悲观情绪之下等等 全球的零售贸易将进一步的放缓 那集装箱船的运输市场 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咱们综上所述 集装箱运价或将继续震荡走低 那船东的盈利也将大幅缩水 那之前因为环保政策 抢先下单的新船 新造船订单尚在建造当中 船队更新的需求也不高 再加上集装箱船 新船的价格也没看见有明显的回落 所以呢 船东在短期之内 是不会有特别强烈的下单意愿的 对市场是多持观望的态度 未来集装箱新造船的市场 恐怕将会进一步收缩 那高附加值的大型化船舶 绿色环保船 仍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全球集装箱船市场 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好 那今天这个话题 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